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结束为期四天的访日之行 启程回国 分析人士指出 虽然日美两国领导人此番在媒体面前大秀亲密的私人关系 反复强调日美同盟坚不可摧 但是实际上 特朗普与安倍在涉及本国利益的关键问题上各打如意算盘 两国在经贸等问题上的诸多分歧 短期内难以弥合 在日方精心安排下 特朗普此访创下多个第一 成为日本新天皇得人接见的首位外国首脑 首位参加新天皇宫中晚宴的外国贵宾 首位登上日本准航母的美国总统 安倍和特朗普还上演了两人的第五次高尔夫外交 举行了第十一次日美首脑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 从此次日方接待规格和日程安排上看 安倍示好的姿态一览无余 李玉有加的安排一方面让特朗普赚足面子 另一方面又为安倍在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前 做了一次媒体公关 高调展示其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 以此对外宣示 令和时代日美同盟将继续处于蜜月期 尽管安倍用心良苦 但实际上特朗普并未因此真正减轻对日方的压力 特朗普27号在记者会上毫不客气地指出 多年来美日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的目标是削减于日本的贸易赤字 扫清对日出口贸易壁垒 安倍在27号的记者会上 刻意回避了记者有关日美贸易谈判的提问 转而强调日本企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并表示双方在会谈中就加快日美贸易谈判进程 达成一致 分线是认为这说明美日两国目前并未就双方关心的农产品和汽车贸易等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 未来两国贸易谈判仍将处于拉锯状态